大家好 我是陈岳 全球热点深度追踪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近日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一份信件曝光 信件内容温情喊话 认为现在虽是冬天 但春天很快就会到来 读后让人唏嘘 老人家对未来依旧充满信心 自从孟晚舟女士顺利回国之后 中国企业华为创办人兼首席 执行官任正非已经许久未公开发声 在2022年的1月6日 任正非致姓母相贵州一所中学 他在信中表示 现在虽然是冬天 但是春天很快就会到来 任正非在落款之处 自称自己是一位一中老学生任正非 这显然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签名 巧合的是华为员工论坛新生社区 也于近日最新转发2001年 任正非访问日本之后写下的 《北国之春!任正非!日本之行!学习过冬》 一文的音频版本 并且附上了文章的全文链接 令人惊叹的就是 早在20多年前任正非就预见到 华为总会有冬天要准备好棉衣 要比不准备要来得好 所谓不打无准备之仗 也就意味着所有的仗既然要打 那就要做好准备 所以他此次所谈到的日本之行 就是为了要学习如何度过冬天的经验 实际上就在任老先生温情喊话的时刻 美国对中国科技围堵一刻都未放松 为了阻止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高科技产品 用于自身技术发展 以及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 美日两国政府正在探讨建立新的 高科技出口管制跨国机制 根据日本独卖新闻1月10日的报道 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和日本政府正在探讨建立这样的机制 同时要考虑让有意愿的欧洲国家也加入进来 报道又指出中国正在推进军民融合战略 通过利用先进的军民技术来增强军事力量 报道还提到日美两国政府要警惕中国使用 从他国进口的产品技术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 美国已经对华为等多家中国企业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管制 但是美国认为仅包括美国的机制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所以有必要引入其他国家建立新的机制 对此日本政府也认为 具有同等技术的国家建立新的机制是有意义的 那么根据报道 美国国会批评美国半导体设计软件 被用于中国的武器开发等等 反正这些草木皆兵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日本和荷兰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导致中国生产力增强 那么据悉有关方面 仍在就该机制实施出口管制的对象产业进行调整 有关半导体制造机械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的技术 可能就不会被包括在内 为对抗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 那么西方国家呢 在1949年设立所谓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也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 1994年的4月1日 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宣告解散 但是它所制定的禁运物品清单 后来被瓦森纳协定所继承 延续至今 但是由于瓦森纳协定参与国多达40多个 利益也是各不相同 美国和日本政府希望为少数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 再建立一个新的出口管制跨国机制 美日政府正在探讨的这种新机制 可能将演变为现代版的巴黎统筹委员会 美国协同其盟友搞科技围堵 而中国通过科技创新要实现科技自主 这就是一场毛与顿之间的对立 那么现如今的格局真的是胜负难料 我们也不能够去轻敌 美国在全球科技基础性关键领域 经过过去100多年的积累 老底子还是很厚实的 而中国也在加快创新追赶的速度 我们看到1月9日 Capital on Type研究超过260万件的专利申请 对2021年科技公司提交的申请数量 与上一年进行了相关的比较 就提出了2021年全球最具创新的科技企业排行榜 在前25名当中 一共有7家中国企业上榜 华为公司在2021年 凭借9739项专利拿下第一名 三星则以9499项专利排名第二 京东方那么以5797项专利排名第三 根据了解这样的一个统计专利的方向 就包含了人工智能AI量子计算 自动驾驶汽车 5G虚拟与增强现实技术 网络安全等等 那么这也说明在华为反抗美国科技供应链 围堵的这场斗争之中 那么最让我们感到欣慰和看到希望的就是 华为在其关键的芯片研发5G6G专利创新 以及包括新能源智能汽车 物联网AI等等诸多顶尖科技领域 不仅没有降低科技研发的投资力度 也没有因为美国的制裁导致裁员或缩减规模 反而更加加大创新投入的力度 而且在全球网络最为优秀的科技研发人才加入队伍 有了人才有了投资有了奋斗 那么就有最大的希望 这一点也是很多外界人士所始料未及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 当华为被芯片卡脖子一时间难以解决的时刻 有些朋友就开始出各种主意了 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就建议 把中国的半导体最先进的制造公司中芯国际 干脆直接卖给华为 让华为来管 然后又是中芯又是华为等等 如此大胆的可谓是乱点鸳鸯谱 也着实了吸引人的眼球 也有些朋友会觉得 对呀 干脆把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方方面面的 对吧 这个公司呢 都搞到华为旗下 都圈到一起来 都让华为来管 不就好了吗 这个华为的效率高呀 这个既然华为管得好 全部给华为得了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坦白说自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当然也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 可是呢 所有的科技也罢 科技产业也罢 所有的企业也罢 其实就是数业有专攻 对吧 那么真的搞到一起去呢 恐怕不仅消化不良 还说不定 胀肚子 消化不了 最后把身体搞坏了 这也是不一定的事情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 朋友呢 出各种各样的主意 当然了 半导体业者呢 内部人士呢 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这也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你可以说是集思广义吧 大家呢 各有各有各的说法 那你也可以说呢 现在的确有一些乱点鸳鸯谱的情况 就像最近一些段子 这么芯片大热 对吧 菜场的大妈 出租车司机都成了芯片专家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也反映出当前人们 对于中国的整个半导体的发展呢 也存在一定的这个焦虑感 或者说呢 是非常的关心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更要从一种专业的角度 去探讨这些专业的话题 去要认认真真的 要符合科学的逻辑 才能够产生好的结果 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相信 科学终将胜利 科学是最重要的事情 包括我们过去老说 这个科学发展观 对不对 怎么样才是科学的发展 科学的思维 科学的结论 科学的过程 没有科学的过程 是不可能有科学的结论的 对吧 发展科技产业 不是摸彩票 反正呢 凭感觉 写一串数字 也许中奖 也许没中奖 不能用这样的方式 来发展科技产业 那么我们说 开放的晶圆代工 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 半导体产业环节是非常的多 包括了芯片设计 制造 分装测试 还有设备材料 EDA IP 设计软件 等等 非常多 那么细分环节呢 也都是各司其职 相互支持 相互合作 形成了一条完整 而又相当复杂的产业链 如果简单 说实话 早就搞定了 对不对 就是因为其高度复杂 所以呢 难度才非常大 那么从产业规律上来说 开放的晶圆代工 是半导体产业链的核心 也是重重之重 简单的来讲 代工业为下游提供制造服务 满足产能需求 是芯片设计公司 将想法变成产品的 最为重要的环节 对于上游的设备和材料企业来说 又是其产品 由验证到量产的 最为关键的步骤 那么如果没有开放的晶圆代工 环节的沉上起下 从图纸到现实 下游的巧妇 设计业者呢 就难为五米之吹 上游的设备材料业 也连灶台都没有 还怎么做饭呢 对不对 灶台都没有 同时呢 全球半导体产业 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在这一轮大发展之中 更是着力发展制造业 尤其是开放的芯片代工产业 美国 欧盟 日本 都在不惜重金投入制造业 那么大建各种实验室 包括拉拢台积电 去各地呢 去设厂投资 美国商务部认为 如果美国境内 没有晶圆生产线 就会构成美国的 国家安全威胁 美国要求台积电 三星半导体等等 这些晶圆代工公司 交出客户和产能 等企业的核心机密数据 这都说明了 半导体代工业 在当前产业当中 是极为重要的 按照某些专家的建议 假设中芯直接卖给华为 那么真的对华为就更好吗 真的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就更好吗 其实既不符合国际形式 也不符合产业规律 更不符合国内产业的现状 我们要正视现实 华为在美国的制裁下 如果接管中芯国际 相当于直接毒死了中芯国际 从国际上 尤其是美国购买设备材料的 坚信之路 这在中国半导体仍然高度依赖 国际供应链的现实情况下 无异于是一种自杀行为 坦白说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时候有非常多的无奈 这些无奈打碎了牙 往肚子里面咽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比如说美国说 这个中芯国际 你就不可以怎么怎么样 对吧 搞各种单边制裁 否则我就把这各种设备 不卖给你 那么中芯国际 又该如何的自处置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 当前就是面临的艰难的课题 很多朋友会说 我们就全部自己搞 对吧 我们很快就能突破了等等 那是对整个半导体产业 在多久时间之内能够突破 我认为最终是能够自主化 能够突破 关键是多长时间 对吧 如果一年两年三年 也许乐井裤腰带 如果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呢 完全自己搞 最后可能会造成 我们相当多的产业 各种各样的物联网终端设计 各种电子业 都需要半导体的时刻呢 那么上游的供应 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 也不是一个意气的这个事情 说几句气话当然可以 但是呢 必须要理性看待这件事情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 前面所谈的这个情况 那么整个供应链被围堵 那么华为缺的可就不仅仅是 所谓先进的工艺了 从产业规模上来看 国际上的IDM公司 都有其数量巨大的单一产品 全球前几大的IDM公司 要么有存储器产品 比如说这个 我们说韩国的公司 要么呢是有CPU产品 但是华为并不符合这一规律 尤其在美国制裁之下 华为对芯片的需求 也发生了质和量方面的变化 如果将中芯国际卖给华为 且不说其与华为是否会互补 后续运营能否成功 至少中芯的开放性和平台性 就会丧失殆尽 这对中国几千家芯片设计公司来说 不亚于是伏底抽薪 实际上大家想一想 华为为什么要把荣耀公司卖掉 而且卖掉之后 荣耀公司为什么选择 包括和微软和谷歌和美国的 高通一系列公司进行合作 重新把荣耀品牌的手机 再拉回到一个比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为什么这么做 实际上这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良苦用心 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也分析过 对吧 那么多人要吃饭 那么多人在荣耀 并入华为体系之内 面临各种供应链 封锁被围堵的情况之下 那么从供应商 销售商 品牌商 渠道商 到自己的员工 自己的设计 研发团队等等 大家都在这个演艺针 对吧 到这个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 但是呢 都是要吃饭的吧 讲白了吧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整个链条要生存 生存 活着就是当前最大的战略 只有活下去 才有机会 未来能够活得好 所谓这个留着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这样的认知 所以呢 这个如果说面临服务体抽新的 这个情况呢 这种情况就不仅仅是一个 所谓产能危机的问题 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必须看到呢 中芯国际 它的确在芯片的制程方面呢 什么什么台积电三星 这不用谈了 那相差太远了 这个我说的也是 说这个话要负责任的 的确 这个技术的先进性 是有差距的 那么甚至呢 和我们说的啊 包括联电 包括和这个英特尔比呢 也是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呢 我们也必须看到 中芯国际是在中国大陆的 这个市场之上 目前最先进的半导体工厂了 代工厂 而且呢 千万不要低估 它现在所取得的成绩 就是说和第一名之间 的确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你不能说 和第一名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它就是很烂啊 这个不堪一击 干脆把它卖给华为得了 好像呢 把它说的一文不值 这个呢 实际上是也是不对的 我们要有客观的来看待 那么呢 中芯国际呢 是有其巨大的价值和意义的 千万不要低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 把整个的啊 这个中芯呢 有些朋友认为 不堪重用啊 把它戴上这个镣铐啊 等等 那么和美国去啊 抢着补贴的啊 台积电英特尔啊 这些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工厂 相比较 这是对中芯国际呢 坦白说 也是呢没有办法对吧 把它拉到一个平台上 你说全世界最先进的光刻机 这些公司 我们前面讲的公司 无论是台积电还是三星还是英特尔 想买就买对吧 付钱了 就等着 然后送货就可以了 可是中芯国际买得到吗 根本就买不到 这就是一个现实的困境 这种困境呢 需要去解决 但是呢 一味的去指责呢 这是不应该的啊 那么当然鞭策是可以的 但是不合理的指责呢 这是不应该的 那么把现阶段受到严重制裁的中芯企业呢 与一个正常状态下的中芯来做比较呢 其实这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有这些错误的认知 要么呢 是这个故意混淆黑白 要么就是整个分析问题的水平呢 实际上是有所欠缺 不能够用一个客观公正的架构来进行理解 实际上在目前艰难的外部条件下 中芯已经在各方面做到了堪称优秀的情况 相比于市值最大销售额最大的中国半导体公司 那么中芯国际的重要性仍然被远远的低估 它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来说 有着重要的基石支撑和带动性的作用 尤其是在最近几年缺少芯片的情况下 中芯为本土设计公司提供巨大的产能支撑 中芯国际在中国大陆 这个客户销售额从2017年的14.57亿美元 增长到2020年的24.81亿美元 占比从2017年的47%上升到2020年的63.5% 无论是数额还是占比都呈直线式的上升态势 也表明中芯国际对中国芯片设计公司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在产能紧缺的情况下 这种支持可以说是一种救命式的 必须强调的是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国际化半导体企业 中芯国际也是众多国际芯片公司的重要代工厂商 那么中芯国际为这些国际公司生产的芯片 大多也是服务于中国的终端市场 终端产品 为中国产品走向全球 为中国的产业链 全球产业链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且中国大陆设计产业与其他地区的并不一样 2021年中国有几千家芯片设计公司 中小型公司是居多的 在产能紧缺的情况下 多数只能依赖中芯国际等大陆的芯片代工厂 所有的这些芯片设计的公司 他们只是把芯片的 讲白了就是图纸画出来 对不对 要造最终还是需要这些工厂的进行造 你说这些中小型公司能去找台积电吗 当然理论上可以 可是你找去了别人大客户 什么高通啊 联发科啊 对吧 这个英特尔呀 这个都是巨头 苹果啊 这些芯片在那里排着呢 是不是 那你这些小公司 你又交不了那么多的订金 你的订单量又比较小 那又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现实面临的情况 那么中国众多的设计公司 在很多的产能上面呢 实际上还是要依托 包括中芯国际单内的 中国大陆的芯片代工厂 台积电前十大客户当中 实际上没有一家中国大陆的企业 这是现实 产能紧张时候 海外代工订单 直接把大陆的订单 就给取杀了 这个排挤了 别说告状 哭都没门 这不仅仅说明了 大陆设计产业的薄弱 更加说明 大陆设计公司 在境外代工厂的优先级之低 对境外代工厂来说 排优先级低的客户群体 肯定是美国的大客户 就是我前面所说的 这个苹果公司 它一年卖多少手机 里面多少现金的芯片 对不对 值多少钱 高通公司 中国的旗舰手机里面 用了多少美国高通公司的芯片 我之前看到一个朋友说 这个中国的某一家电脑公司 对吧 它用了美国的芯片 用了美国的操作系统 等等等等 然后呢 一顿门K批评了一塌糊涂 但是我就想问 对吧 然后他就呼吁国人说 这个中国的其他品牌 比如说他讲了几个品牌的名字 也造电脑买他们的 后来我一想 这公司他用的就是高通的芯片 完了之后呢 有的用了英特尔的芯片 操作系统 现在在市场上卖的电脑里面 我相信90%以上 都是微软的操作系统 对不对 所以不知道在说什么 反正呢 就是可能也是带有一些 这个情绪啊 或怎样 实际上对整个国内的半导体的格局 或者说IT产业的格局呢 还是缺乏一些基本的认知 这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美国高通公司在中国 卖了非常多的芯片 对不对 这是一个现实 那么这种现实呢 认识到之后 就要去 这个所谓支持而后有 对吧 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 我看到一个专家 在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中 节目当中 就直接讲说 中国在过去二十年 半导体领域的投资规模 在国际半导体领域的投资规模呢 占比多少 大家知道吗 他的说法是 是别人投资规模的计算误差范围内 这个概念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 就比如说我算 这个一年下来花多少钱 算下来之后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误差 对不对 某一次买菜忘了算了 某一次请客忘了算了 或者说呢 这个小说点 小数点后面 有时候四舍五入了 有时候没有四舍五入 最后会有一些误差 说中国在过去二十年 半导体投资规模 你就是国际的那个算 算的那个误差范围 就是说 非常非常之小 你说在投资规模 如此小的情况下 芯片全部通过国外进口 对吧 都直接买现成的 这二十年过去了 你怎么可能会有成果呢 这很简单道理吧 如果你家孩子生下来了 到他长到二十岁 教育方面一分钱没花过 一天学没读过 没上过 对吧 可能就磕磕磕磕的认识几个字 认识几个大字 会写一个自己的名字 你说这个让他什么 在社会上读挡一面 非常有才华 不能说读书就有才华 对吧 但是你基本的还是要掌握吧 这个就是一个很浅浅的道理 所以说投资太少 这是现实情况 那么支持而后涌 我们前面说到台积电 那第一大客户都是美国的品牌 卖芯片的 其次呢 就是日本的公司 欧洲的公司啊 对不对 那么中国大陆的公司呢 过去当然 华为的芯片呢 是重要的代工 对吧 华为的麒麟芯片等等 那美国人不允许之后 自然也就少了很多 最近几年呢 海外代工里面 不要说其他的 你去开个账户 都是一种奢求 这就是现实 所以说谁才是中国大陆设计产业 坚强的后盾呢 坦白说 只有中国大陆自己的半导体代工工厂 比如说中芯国际 比如说华红半导体 这样开放式的代工厂 而更为关键的就是 除去对一个产能的支持以外 国产设备材料的验证 也离不开中芯国际这样的企业 最近几年呢 中芯国际一直积极支持 国内设备和材料产业 这对国产设备材料产业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 买芯片都买国外的 国内的芯片设计 芯片品牌就出不来 如果我们的半导体工厂 设备都买国外的 那你说你中国国内自己的半导体的上游 就是半导体工厂的上游 就是卖设备 比如说光刻机啊 比如说你各种各样的设备需要很多 那么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材料 那么自然也起不来 这就是一个现实情况 所以说中芯国际的发展 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上游的上游 实际上会取到巨大的带动作用 那么中国国内有几百家的设备材料公司 其中大多数的半导体领域 最大客户实际上就是中芯国际 就是中芯国际 在付钱买订单下单 而且多数需要中芯国际 来为他们做他们的小白鼠 来验证调试干嘛干嘛 这些都需要中芯国际 给他们做所谓的baseline 就是基本的底线 尤其在缺少芯片的时刻 那么能够指望境外代工厂 给中国大陆的企业做试验田吗 根本不可能 他们直接买国外的 买日本的 买荷兰的 买其他国家的设备 而且我们不说产能紧张 这一因素 这些境外代工厂 本身就存在着设备经营的问题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国际设备巨头的产品 对他们来说 诱惑力更强 年性也更大 也成熟度也更高 由于政治 成本性价比 感情合作历史 等等 因素非常之多 境外代工厂 就是没有动力 去为中国大陆的设备 材料厂商做各种验证 可能也有成本的考虑 这也是国内设备厂家 在全球占比 仅仅达到1.5%的重要原因 中国半导体产业 想要突破 就必须在制造业率 先做突破 唯由国产制造业 这个突破 国产设备材料 这些企业 这些上游的供应商 才有机会突破 那么在这方面呢 国内半导体代工厂的价值 所以说是被低估了 那么中兴呢 可以说在中国 起到非常重要的 产业最前沿的作用 那么显然 美国呢 也一直盯着 各种先进制程 也在围堵中兴国际 它的供应链 同时呢 在无形之中 也成为了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 一个缓冲带 这是中兴国际的很大的价值 当然 这是中兴国际 作为龙头企业 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们也必须看到 中兴国际呢 那么 它的付出 特殊的形式 敏感的产业 中兴处在一个两难之中 在极难的形式之下 中兴有两种选择 第一 为了中国半导体产业 就必须积极扩产 那就绕不过 和国际 尤其和美国供应商合作 自然就必须要遵守 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这个句话一说出来 很多朋友又要这个 这个垂胸顿足 踹桌子了 对不对 但是 这是一个现实理由 前面已经谈到了 那么或者说呢 中兴国际 当然可以对美国 非常的硬气 说不 我就不撩你 对吧 那么自身呢 就会难以生存 更谈不上什么发展 进而国内的产业 就要承受更大的损失 前者 中兴忍辱负重 实现扩产 服务国内几千家半导体设计公司 国内产业大范围受益 而后者就是玉石巨坟 但中兴迎来了一些 如果玉石巨坟的话 它的品牌啊 它的怎么样 对吧 我们这个只用中国货 我们只用中国的上游 那么虽然迎来一片较好之声 但是中国国内半导体产业 就会失去支撑 这是一个现实情况 因此呢 我们真正的认真的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下来 就能知道我们究竟需要哪一种的中兴国际呢 作为一家遵守国际法则的公司 中兴过去现在未来肯定会继续遵守国际法则 合规合法的运营继续融入国际半导体产业圈 继续与国际上下游合作 通过国际化来强化自己服务产业 中国芯片产业目前处境艰难 外有美国明目张胆的制裁 内有看似帮忙 实则添乱的干扰 不仅如此 中国大陆代工业还承受着四重的压力 中兴国际也在承受着这些压力 首先竞争对手的降维打击降维竞争 本土芯片代工业遭受双重打击 包括像台积电 联电 利基电 海力士等竞争对手纷纷来大陆投资设厂 这也意味着境外企业在中国大陆 享有本土企业能够享受的所有好处 市场人才政府支持 甚至是资本红利 但是竞争对手在境外 却能够享受人才优势 国际合作 税收优惠 这个境外政策支持 这个另外呢就是国际竞争对手 在境外做高端 境内做低端 上下夹击 不仅中兴 大陆的半导体制造业 都面临着竞争对手的降维打击 另外呢 在国内半导体资本活跃的情况下 创业企业多如牛毛 在资本基于求成的刺激下 国内创业公司 将中兴国际视为理所应当的 这个人才库 在资本非理性的驱使下 开出高工资来挖人 这也使得中兴人才流失大量 这里呢 只有中兴的管理层 目前面临的另外一个困境 第三个就是不像终端产业那般 半导体尤其是制造业 对全球产业链高度依赖 尤其是具有美国技术的设备材料 零部件 以及EDA等上游领域 在华为被美国封锁之后 中兴是依然活跃的 在国际上的最大 最重要的中国半导体公司 因此呢 被美国高度聚焦 一举一动都放在放大镜下进行检视 现如今 无论是购买设备原料 选择客户中兴都步步艰险 犹如走钢丝 在此情况下 母求发展就是最大前提 他的这个就是呢 求生存 不像国际性的公司 可以左右分源的利用 国际国内的优惠政策 那么可以心无旁骛的聚焦产业 发展自身 中兴国际处在敏感的国际形势之下 在产业之外 必须考虑更多遵守国际 国内法则合法合规经营的情况 那么第四点就是中兴作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半导体企业 更由于其龙头地位 又是科创满的明星企业 可谓万众瞩目 所以国人自然对中兴有极高的期望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难免有这个求全责备之客 但是呢 这也给中兴带来巨大的压力 无论是直接干预企业之理 还是舆论层面 这个种种的压力呢 都扑面而来 这种希望中兴发展的更快 更强的朴素心理 绝对可以理解 但产业自有其产业的规律 怀胎十月 最快也得八九月 绝不可能因为关心 这个就会提前就完成 媒体炒作的更是不得了 那么就能够这个缩短这个运期吗 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或许之前的中兴的坎坷历史和人事变动 让大家对中兴是恨铁不成钢 但是呢 中兴过去几年的公司管理文化建设 人才团结上也有其不足之处 但这背后也有非常多的原因 那么现如今呢 我们也看到 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呢 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也有很多的好消息传来 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呢 中国大陆本土产的半导体 在供应的情况呢 也在变多 那么国际的半导体局势呢 也在快速发展 会形成一个所谓供需变化的情况 未来几年 所有的产能都会逐渐的落地 即到时候呢 所谓芯片短缺的情况呢 就格局会有所改变 如果我们光看国际影响力和业绩 中兴没有华为成功 但他们都是中国的优秀企业 对各自的产业都做出巨大的贡献 因此呢 中兴能够成为全球前五大的代工厂商 正是因为其突飞猛进 那么这样的情况 其实中兴现如今也正在遭受美国的制裁 这样的美国的制裁行为也恰恰说明了 中兴在其这个半导体代工领域呢 有望取得更大的成功 那么现如今呢 我们也看到就算被美国制裁之后 中兴在2020年的收入增长25.4% 2021年呢 预估全年收入增长将达到39% 华为是国人的骄傲 在通讯产业取得辉煌成就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在半导体产业呢 实际上人类历史上这个最为国际化 也是最为复杂的精细化的产业面前呢 我们说中兴国际呢 现如今虽然离最先进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呢 未来呢 或者说也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 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或中国整个IT产业的发展呢 也是有巨大的推动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都需要不断的交学费 需要不断的积累 也需要时间去做更多的研发 更多的投入 这个路呢 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 那么现如今呢 华为对半导体产业的理解认知 也是动态和变化的 从乐观到悲观 再到回归现实 更加的务实 大家都在不断的探索和这个发展过程中 在去年的9月份 我们看到啊 这个中兴国际呢 和华为之间呢 也有很多的交流 当时呢 任正非先生还谈到 华为真心的希望中兴国际能够发展的更好 不要因为华为而受到牵连 影响他为众多别的中国公司做贡献的情况 我想不仅是任正非先生的高度和格局 更是他对华为中兴 对中国半导体 对国际形势 有着深刻的认知 如果觉得中兴国际呢 现如今对吧 做的还不够好 或者说呢 还有待提升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当然啊 这个未来呢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 这也是呢 需要去努力的 包括像国内的存储器的产业与国际差距也是有很大 那么国内的设备材料 EDA等等方面 实际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现实的情况呢 就是如此 我们在今天讲这么多 似乎呢 唱了很多啊 并不是那么乐观的调性 但是呢 我们也都必须知道 必须客观的面对一些现实 必须用一种科学的方法 认清现状 必须在科学的方法面前 认识现状之后 才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 才能够了解 现如今在哪里 未来走向哪里 那么生存始终都是第一位的 特殊时刻必须呢 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认清问题 解决问题 实现自我的突破 那么我们呢 这个希望能够看到 无论是华为也罢 一或者是中兴也罢 在未来呢 都能够取得 在各自领域成为一个佼佼者 也都能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成为一个脊梁 在此情况之下呢 也正是因为如此吧 他们都目前都在被美国进行制裁 中国半大体产业 需要华为的凤凰涅槃 也需要中兴的负重前行 更需要像华红半导体这样的低调务实 也需要像存组器产业这样的韬光养晦 更加需要众多实干企业的多做少说 也需要呢 这个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认清这个现实 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充满信心 要有耐心 而且要有恒心 只有整个行业能够发展 中国半导体产业才能够更加的壮大 中兴国际成功 中国半导体产业才能够腾飞 中国半导体产业腾飞才能够助力华为 助力中国的电子产业 凤凰涅槃 浴火分身 这个万里长征走不了两点一线的捷径 那么在未来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呢 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以及实现更多的创新和变革 那么我们呢 都给予更多的祝福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